哈嘍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中时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QR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中飞撞船现在相关正义事件还在拉高 美飞准备军演备战中国 日本跟美国方面的国防单位也都出来谴责 而南海的紧绷使得老美直接把航空母舰 开到中国家门口 这一回合整个低岛链的美中局势 还在拉高对立的同时 美国准备打造超级航空母舰 同时美军的战略势力部说要对抗中国 至少要准备100架B-21战斗机 好林民种种的军备竞赛都在对抗中国的同时 第七舰队直接公布穿越台湾海峡的画面 这个是打脸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海峡中线并不存在 但是中国两会正在召开 首先第一个引来各国反弹的是 军事预算的大幅增加 紧接着两会公开对内喊话说 要省钱要过紧日子 然后中国经济全方位的恶化 华尔街日报今天也有专题分析 主要的麻烦全都来自于习近平 也因为这样的变化 使得美国这一回合封杀中国当中 很重要的工具跟手段 来自于半导体科技跟AI 同时黄仁勋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说AI革命绝对要在地化 那在地的台湾 今天台积电再度写下历史新高记录 台股大盘也再度来到历史新高记录 这背后会有哪一些影响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吴金龙总经理 大家好 再是王之胜 大家好 再是彭夏大哥 大家好 再是郭席大哥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好 中非在南海的冲突 对立还在拉高 周围邻近的国家 每一个都出来骂人 创夏刚刚看到有画面有真相 中国的海警船真的很挑衅 是的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新闻讲说是 中非相撞 这是不对的 你刚刚看到那画面里面非常清楚 是中国的海警船 它的整个航向是撤过来的 是中国的航警船去撞了 菲律宾要去仁爱礁的补给船 这才是明确的一个真相 我们看到是说什么 因为呢 5号的时候他们仁爱礁那边 那一艘过去的两栖登陆舰 他们有上面的兵要去补给 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 中国的海警船 动位也比较大 然后看到他是斜着过去 要去阻挡之后 撞到了整个菲律宾的一个补给船 那这撞到之后也就算了 后面呢 更是非常的恶霸 他是两艘海警船 用水炮直接喷水 打了那个中间那一艘小船 那个小船的船体结构受伤 上面四个人因为水炮的冲击力 还有那个船体结构也受了伤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次的菲律宾呢 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国民党 也没有民众党 所以他们的立场是非常硬 就直接站得起来了 没有任何人的四周 就直接的菲律宾的外交部 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首席的专员 直接过来直接谴责 说中国这个就叫做侵略行为 是菲律宾绝对不能接受 要求整个中国在仁爱礁附近的船只 立刻的滚出这个海域 你看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前一天的时候呢 其实小马可市就已经非常的宣布说 只要是菲律宾在南海那边相关的自主权 管理权还有主权 如果菲律宾受到侵害 菲律宾都会有反击 所以呢整个中国呢 就在在5号的时候 就是昨天出事的早上呢 发表了新闻稿 说他们呢是要依法采取管制的行动 所以当菲律宾要去补协的时候 刻意恶意的直接去加以阻拦 那阻拦之后呢 那实际上菲律宾呢 为什么会这么硬 因为菲律宾针对这个主权呢 是法律上也非常清楚 他们已经通过了一个 菲律宾的自己的海洋区域法 他们已经把像是怎么仁爱交啊 这些有的地方直接定了 菲律宾的海洋区域法 他们叫做卡拉岩岛群 那中国的外交部已经气扑扑的 但是菲律宾完全没有退缩 而没有退缩之后呢 事实上接下来 菲律宾和美国要举行 第23次的塞拜塞这个军演 而这次的军演呢 就针对这种形势呢 特别选戴巴士海峡中间 其实离我们台湾比较近的 巴丹岛群 然后巴丹岛群 然后还有就是跟仁爱交很附近的 巴拉旺海域 都要行行大规模军演 去年的时候 已经是专门针对中国 专门守在巴士海峡 去年美国和菲律宾出动的是 17600人 那今年预计规模更大 而且去年的时候还有实弹 集成 把船 那今年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警告中国 以后你要船经过巴士海峡的时候 就是这个下场 也会加在关切 而且菲律宾呢 整个国家的态度更强硬 所以他们的外交部呢 出来跟欧盟做出呼吁 希望跟欧盟国家 开始启动FTA 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他们这样子 才能让菲律宾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和绑架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除了现在这件事情之外 过去的时候 杜特地拥抱中国 那拥抱中国的时候 习近平答应给他 一带一路 119项建设 但是菲律宾去盘整了一下 只有十分之一 12项 那12项里面呢 都是小工程 修桥啊 铺路啊 只有四项是中国出钱 其他八项 还是要贷款给菲律宾 都做成这个样子 他们觉得抱着中国 也是完全没有用的 好 那这一回合呢 中飞撞船之后呢 美飞也准备进行军演 同时呢 美国的航空母舰 现在呢 也非常强势的步步进逼 明杰刚看到 中飞撞船的事件 这一个恶意螺旋还在延烧 现在美飞也准备在巴丹群岛 靠近台海周边军演 对我们看到 这习近平以为用这种所谓的军事威逼 跟政治上面的恐吓 那周边的国家包含像台湾 像菲律宾日本 都会跟这个中国老百姓一样 乖乖听话就范 但是其实我们看结果 绝对都是适得其反 那菲律宾在南海 我们看到因为仁爱交的 这一个跟中国海警这些冲突 那没有屈服之外 当然也这个态度越来越强硬 那反过来 加速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合作 那包含像军演这些其实规模越来越扩大 刚刚新闻也看到 那今年4月也同样 即将要举行的这个美飞 过去来讲39年是例行性的军演 其实它过去来讲 规模并没有很大 但是一直到去年 第一个它兵力增加到1.76万人 那以陆战队为主 那今年最主要是说 它演习的区域 可能反而会扩及到整个 离台湾很近的巴士海峡 那去年其实已经在中间 有一个叫巴丹岛这里 开始进行这些所谓登陆的演练 今年更可能 把这一个进一步拉到 离台湾更近 其实巴丹群岛中间 有一个离台湾更近的 叫雅米岛 其实只有141公里 那甚至飞国的这个将领 最近其实也都登岛去视察 表示说这个地方 第一个未来作为 美飞联合军演的一个区域之外 未来也要在这里 加派海军的分险队 甚至把它港口整个更新 进驻海巡的这一个船舰 那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看到 当然也有美军的影子 那去年军演其实历来 算是不只规模 最大科目也很多 甚至实弹射击 美军甚至把爱国者飞弹 其实它很少在海外试射 当然过去也看到有在帛流 当然它去年拉到这一个 等于说这个菲律宾北部 这个地方来试射 其实它的防空范围 整个涵盖巴士海峡 换句话说 这当然都有遏制 这个共军在这一个台海 南面这个巴士海峡 海空活动的这个机造 那当然还有包含 像它这个近空的复仇者飞弹 那甚至去年我们都还看到 连MQ-95连机飞到这里 F-24的逆中战机 也直接部署到这个菲律宾 甚至F-35B跟海马斯多岗火箭 那通过F-35B上面的感测 定位那指引 这一个海马斯多岗火箭 海上实弹的这一个试射 把船这些动作都在进行 今年那飞国将领 并没有透露说 实际的规模会多大 但是兵力绝对会比去年还更多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整个美非联合军演的一个 这个目标 当然不是只有单纯是在南海 其实扩及到台海 那台海甚至可能是美军 真正作为这一个军演 中间的防卫的重中之重 那美国针对这个菲律宾 跟中国在这个南海 这个地方的挑衅动作 那国务院也出来讲说 这些中国海警的动作 是违反国际法 但绝对会跟菲律宾站在一起 那其实也不是只有 口这个嘴巴上面批评而已 那美军我们都看到 他绝对有实质的动作做支撑 那现在连这个中国的媒体都透露说 我们看到先前其实 这一个美军的一支航母打击群 罗斯福号 二月份的时候是在台湾东面 跟日本进行联合的海上军演 那悄悄的其实在二月底 应该已经进入到南海 换句话说 现在他的位置已经在这个中国 在南海 这个他的家门口 那这个地方当然也在动作显示说 他是力挺菲律宾 那当然我们都看到 不只南海台海一样嘛 这前几天 这个老共又说 这一个台海中线不存在 那美军马上他伯克级的分号 就穿越台海 那都在提醒这个中国 别想要这一个 把这个台海变成内海 实质的管辖 或者是说他要 这个封控台海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南海的岛礁 那当然美军也持续在关注 过去来讲 那不只是说美激礁 或者永属礁 储地礁这几个岛礁 上面其实3000公尺的跑道 那甚至不只深水港 上面其实还部署了电站系统 甚至这些反舰飞弹 都已经部署上去 那这次冲突 中飞冲突的一个热点 就是在仁爱礁 仁爱礁其实离这个永属礁 这些美激礁都非常的近 那当然外界也观察说 是不是因为中国很担心 这个美军协助菲律宾 进一步拿这个巩固 这个仁爱礁 那菲律宾也谈到说 未来要在仁爱礁上面 打造所谓的科研中心 甚至是灯塔 那当然不把它军事化 但是辞职的这一个掌控仁爱礁 那会不会威胁到中国的 这一个所谓的岛礁 不过我认为这都是多想 为什么 因为其实美军 如果真的要摧毁 中国在南沙的七个岛礁 其实轻而易举 那不要说这个出动 比如说四架B-50H带 都不用用到这种很昂贵的 这个JASAM 这种空对地的打击飞弹 其实用JDAM 比较廉价的滑翔弹 其实上面打一轮 这个跑道这些所谓设施 马上就被毁掉 那甚至远距之外 它只要用伯克级的 这个驱逐舰上面 用战斧轩衣飞弹 这对地打击 都可以把它这些直接铲平 但是动作是要不要的问题而已 因为真的做这动作 也表示南海美中就直接开战 那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用 这种所谓灰色行动的方式 在这个进行进一步的 这个相互角力 那菲律宾现在也不甘示弱 那中国造了七个岛礁 他现在也说 他要在这个另外有九个岛礁 中间包含像有一个叫中叶岛 那离菲律宾四百八十公里的距离 上面要开始打造 所谓警役跑道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欢岛 这些等等 他也要开始巩固 他的这个南海的主权 但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谈说 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冲突 当然重要的焦点 还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包含像金马外岛的进制水域 我们台湾本身 本岛的部分 海空这些防御 其实我们必须要强调说 海巡算是第一线 军方绝对是在做后面的这个后盾 因为几个动作 其实我们都看出来 针对这些灰色行动入侵 是有所准备的 那我们看到 今年汉光四十号的这个演习 中间电脑模拟 兵推的部分 其实就会纳入验证 这些中国灰色行动入侵 那国军的应变能力等等 那昨天很特殊的 国防部在半夜 发了一个这个讯息 强调说空军将要恢复 跨子夜的实战战术的这个训令 这个动作主要目的也是担心说 譬如说因为最近可能频繁 因应攻击老台 那在半夜可能都会战机突然升空 包含在台南嘉义 花莲或者是新竹这些地区 那担心这个台湾的民众 以为说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其实就是在加强的夜战的训练 因为我们看到攻击老台 它变成转向全天候的方式 那还有包含像 三月四号到十五号 其实也在进行一项叫空城 这一个空域操演 这一项操演过去也进行过 但是我们看到它把它的范围拉到 都是针对攻击老台的部分 包含像西南空域 这些ADIZ的范围 东部的空域 那这些还有包含出动F-16P3C 或者是像S-4东西 从舰上起飞以低空的方式 那甚至我们也有无人机出动 全面的都在因应 这个中国的灰色入侵 中国林林总统的文攻武嚇 这一回合在两会召开期间 通过了这个史上新高的军事预算之后 也引来了美日的关注 好创下刚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公开谈话 今天就连日本的防卫大臣林方正都有公开谈话 林方正也出来讲说 日本对于整个菲律宾那些事情 表达严正的关切 日本和国际防社会的和平稳定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挑战 就是中国的扩军 而且不遵守国际法则 然后连李显龙都要出来讲说 污浴中国要克制 所以全世界面对现在中国 而且它还要持续的扩军 都要做更多的一个准备了 而这更多准备里面呢 美国呢也要开始启动的是 海陆空三军新的战略转型 那直接第一个就是 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呢 直接的公开的向美国要求是 要加速他们的立宗空大机 B-21的生产速度 他们本来现在在生产 但是生产的替换量比较低 要加速生产的速度 而且他认为说要快速的 给到美国战略司令部 百架以上 这个B-21 他们才有人力突破 中国目前所构筑的 多层次的防御 然后直接的给中国 造成足够的威慑 那B-21呢 是要取代B-52的 但是B-1B和B-2呢 美国还会秩序这种灭国神器 然后B-21之所以重要是 弹立宗速度快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除了是轰炸机之外 他也有电战机的功能 所以当他立宗靠近的时候 其实就电战机 中国的很多的雷达 很多的防御 都会被阴沉突破 而那美国陆军呢 也开始要做战略的一个改变 因为过去20年 从那个911之后 美国陆军是以反口 为主要的陆军任务 但是他们现在呢 要组建五个新的叫做 多领域特遣队 而这多领域特遣队呢 就不是只在上面用坦克车 或什么直接这样沉浸了 他们呢 要直接配属 他们自己的反控飞弹 然后甚至是 因为他多领域要突击 要突穿 所以他们也可以直接 有他们自己的 不是在打电话 去其他军种 请求协助 他们就有长城的飞弹 甚至于高超音速飞弹 他们都可以直接的去掌控 所以陆军也在做这一个变革 而美国海军呢 大家把军力 因为他们现在数量 当然中国是在超前 但是军力 海军的实力 所以他们的第二艘 福特级的超级航母 那个甘乃迪号 正在测试 而在测试的时候 你会看到呢 他们现在是一个 36吨的轮车 又测试他们的 电池的弹射能力 那电池弹射能力 能够呢 达到起飞速度 241公里的时速 然后滑行90公尺 然后他为什么做这个测试 一个将来目标 在上面的 不是只有F-18大防空 包含F-35B 包含E2预警机 都可以透过这个超级航母 直接送上去 那在水艇方面呢 他们第四批号的 维吉利亚级的 攻击型潜舰 核子动力潜舰 马萨斯诸塞号呢 5月即将直评命名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还有另外一艘呢 正在水里面做测试 然后这里面 还有针对中国 或针对俄罗斯的 一件事情就是无人机 所以他们现在呢 在中东地区 开始针对 他们用五千 五十千瓦的雷射光 放在史翠克坦克上面 极端测试 在中东沙漠 沙尘暴 有这么多干扰因素之下 测试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飞来的无人机 直接给集成 美国也在做全方的准备了 波喜大哥你怎么观察中国军事扩张的同时 这一次在南海的嚣张行径 也引来了周围临近国家 也包含了美国国防部跟日本防卫大臣的关注跟反弹 中国我们讲中国 以前我们都叫做礼仪之邦 讲的礼仪之邦就是我们会很有礼貌 谦虚 但是从共产党建国到现在 你看不到他们的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他们完全脱离了所谓的礼仪之邦 现在中国几乎是与全世界为敌 我们如果大家看网络的这些新闻 你们知道那个英国那个钢琴家 他的点阅率已经超过千万 就为了一个弹钢琴 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在英国弹钢琴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不能拍他们的人 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小粉红 那些中国人 他们是真的是那种 就是全世界是我们的 你知道吗 那种狼性 那在国防上他不断的扩张 其实中国现在很惨 中国的房地产 把他们拖到现在 其实经济已经爬不起来了 走进了日本的三十几年的衰退 已经确定了 他这几十年一定是一直维持着这种 谷底的这种经济 在这种情形下 他还是不断地扩充他的军备 增加了将近7.2%的那个军备预算 大家不要忘记 他的维稳 他的国家预算里头的维稳经费 经费 从去年就已经超过他的国防经费 他在国防经费上不足的地方 其实和维稳的费用预算是附通的 也就是说他可以用维稳的经费去满足他国防的不足 但是我不管他怎么扩充 我想其实我们国家的海巡署这个 其实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按照他的现在的标准 我们今天台湾的渔船如果到了珠江口 说我只是在这里 又没怎么样子 然后你中国会怎么对待我们这条船 我们还不是三五五的 我们都是有船名 有登记 你看他现在画面 他喷的那个都是正式的船 然后他们冲撞的是 菲律宾的国防防卫队 就等于是菲律宾的海巡署 他们是公务船 他们是公务船都还是样子 而且他们在执行自己的公务 所以我就说中国 在全世界最野蛮的国家是中国 在全世界最没有法制的是中国 三无的船 就是说这些东西 基本上已经是犯罪工具了 你还要来这里吵 还要来这里闹 我也真的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台湾还是有那些卖台的 希望巴不得把我们都能卖给中国共产党 中国解放军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这样子扩军 其实我们心里有一把尺 就是中国大陆 其实大家真的心要放好定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差 我们台湾其实一直很低调 蔡英文主政这八年把国防弄得很好 在马英九 就是我们讲难听 也就是堵制 就是你方会了你这个总统的职务 把我们的国防武装的能力 一直在那里不处置 然后让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弱 一直到蔡英文接手到这八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台湾的国防武力是真的是很强的 在国外来讲我们是一个不错的国家了 那面对我们敌人 我当然我从来不认为说 我们应该去轻忽他们 或是我们应该去藐视他们 不是但是也不必把他们看到无限上钢了 不得了了 其实他真正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自己最清楚 习近平不敢打台湾 一定是有道理的 那刚刚看那个过去 那个有一个投影片 他是写说 我们72小时 那个会把那个南海的那个武力 会美军会整个毁掉 其实刚刚明杰也讲的 我也觉得说 根本就不需要理会南海那些武力 为什么 因为南海那些都是一些交导 做出来的人工岛礁 真的不需要理会 为什么 因为真的美国要动手的时候 真的用很便宜的飞弹 咚咚咚咚咚 就是一两个小时 可能就解决那些岛礁了 我安全不构成威胁 那那些能出动的 请问你台湾 台湾海峡能出来多少船 对不对 天空上能挤多少飞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国人真的可以放心 我们国家的国防武力 是足够保护我们自己的 那也不要轻忽我们说 我们有几个 我们能够抗几个小时 我们能够那些卖台的 那个什么立正级 根本就不懂军事的一个将领 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升的这种人 升官的 你知道吗 然后一天到晚来 就是讲一些那种出卖台湾 就是巴不得把台湾说到 最烂的国家了 我们有这么烂吗 各位我们没有这么烂嘛 假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国军有信心 然后做我们国军最好的后盾 让我们的潜艰能够赶快出来 当然我们的潜艰 如果我们的潜艰有 有时操了 你想想看 中国中国有这么会这么嚣张吗 这一点我在节目里头一直强调 所以我一直希望的是 国人真的要眼睛插亮了 看好看清楚 我们的国家是有足够的国防武力 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盟邦来协助 我们刚刚我跟彭乔大哥也在讲 我们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独面对侵略战争的 尤其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恶霸在旁边 我们一定是结合我们的盟邦 一起来对抗这个邪恶的势力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跟菲律宾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菲律宾是全国一致 菲律宾的全国 整个国家是什么 是厌恶中国共产党 然后全部谴责 我们国家是有一小撮人在那里 你要去向他道歉 你要去向他道歉 真的这些人一开战先把这些人抓起来 免得造乱子 对乱成贼子一堆 真的啊 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我真的直接这样讲 真的这些人真的是一开战 就先把这些人抓起来 为什么会造乱子嘛 你总不能说一面跟敌人打仗 一面还要出还要那个你知道吗 这点我相信国人都支持嘛 对不对 凡是这些想要出卖台湾的 先把他动起来 你知道吗 真的不用客气 这因为什么 因为这事关我们国家的存续啊 生存发展啊 对不对 我们能够活下去 能够打赢这场仗 当然不能再有这些人能够 当然是先把这些人弄起来 那未来我们国家 那我讲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潜见 我们潜见其实已经造好了 也已经进了屋了 也已经在做各项的测试了 我知道的是蔡英文要在 因为现在蔡总统已经在办交接了 那赖庆德已经组织了一个交接 小组正在交接 那海昆号基本上已经要准备交易 由蔡英文的手上交给我们赖总统 赖总统要承接这项工作 因为赖总统 赖清德要一个对中华民国所有国民有一个责任 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什么 就是把国防武力武装好 那海昆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建设 那他必须要承接这项工作 把第二条到第八条 能够顺顺利利地把它造好 所以在三月 在三月的这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这一个礼拜 就会把 就会有一个仪式 让蔡英文把海昆 就是潜见国照 交给我们赖总统 赖清德赖副总统 那将来就是由赖副总统 在520以后承接这项历史的工作 让我们的国家的国防武力 能够真正奠定好 坚实的基础来对抗我们的恶灵局 好 那这个彭夏大哥 中国一方面两会 要求内部过紧日子 说所有单位能省钱就省钱 因为经济状况不妙 可是另外一方面 是不断地加大军事费用的预算 是 现在年前比较少看 以前的这个古典小说 那我们这个年代的呢 大概年轻的时候都看过 《红楼梦》 《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很恰的杂暴 很能干 很恰 叫王熙凤 王熙凤有一句名言 人家说贾府啊 财大气粗啊 这个人丁很旺啊什么的 他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啊 大有大的难处 诶 这句话 连毛泽东都引用过 为什么呢 中国看起来很大 但是大有大的难处 现在这个两会 你就看出他有多少难处 为什么要省啊 没钱了嘛 你要 你没钱 但是你这个 大家都要等着你吃饭 等着你给政策 各位 在大陆的很多人啊 都有这个习惯 就是中央一开会 大家是等着你出政策 因为你出政策 我才能够决定我的对策 这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中共没有什么政策 唯一的只有说 审 审 审 哎呀 中国二十九审 怎么审到哪去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贵州 穷的跟什么似的 到处在火烧山 这个火烧山已经烧掉 几个台湾了 不敢坑气 为什么不敢坑气啊 对不对 你解决不了嘛 然后在两会期间 出这种事情 又解决不了 拿不出办法来 贵州穷个要死 但是你看贵州有个地方叫做独山 独山这里啊 有一个啊 类似于皇宫一般的啊 一个所谓的观光旅游的景点啊 花了几十亿啊 结果呢 没有几个鸟人去 但是却造成了地方财政的破产 所以诸如此类的 我们看到什么 他很大的样子 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养了这么多军队 你这么多船只 三百七十艘 难道这些 都不用加油的吗 他没事来台湾绕一圈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对不对 他那个飞机 这样飞一趟 这是上亿美金啊 就飞掉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以为说 他很了不起 到南海去 你这样跑一趟 又烧掉多少 所以 但是今天 你 军队这么多 你总不能不放饭嘛 你总不能不给粮嘛 对不对 所以 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 表面看起来 厉害呀 怎么样 实际上 他的规模 会把他给拖垮 就像当年的 这个苏联一样 雷根 故意说 美国准备新战计划 苏联一听 我当然要跟进啊 结果这个新战计划 那这个烧钱 那个直飞天庭啊 对不对 但苏联的经济状况 跟美国差多了 结果就为了 阿富汗的打仗 为了什么新战计划 跟美国拼 这个军攻实力 这个武器竞赛 硬生生的把苏联给拖垮了 今天中国当然 他的经济状况 比当年苏联好得多 但是 今天中国的军事开支 非常的可观 这些开支 你不能够说 我叫军队省一省 所以说今天这些问题 就说 这个 我们不要 认为说 哎呀 我老公很厉害啊 他军费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有什么用啊 他的敌人增加多少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美中的大战除了军备竞赛之外 另外一个核心的战场在科技 科技不仅仅是财富 科技当然也是军事 当然科技最后也会落实到生活 找黄仁勋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说AI革命最后会全面在地化 好这个金融大哥 刚看到的是 这个媒体专访的黄仁勋 他说AI将来还会多元化在地化 那现在第一波 确实大家拼的是 算力的极高化 但是算力以外的应用 事实上 很有可能推动新的科技革命 没有错 我想AI这一波就从去年 去年年初的那个Chap GPT 整个在全球轰动以后 AI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 那么我们先第一个看一下 就是美国对AI事实上是非常的忌惮 所谓的忌惮就是他 不希望AI流入中国的市场 因为如果中国应用AI在军事用读 美国是觉得这个是他不可忍受的 所以我们来看超伟 超伟他最近有推出一个 就是降规版的AI晶片 叫MI309 那MI309呢 我想超伟要推出这一颗晶片呢 一定是符合美国当时商务部 规换的标准 也就是说他的规格啦 性能啦都符合他的标准 那这个部分符合标准 照理讲就可以 很就是说可以 自由的出货给中国 但是美国的商务部觉得不行 你这功能还太强 所以呢商务部 商务部就觉得功能 再设行标准 对他说 你这个不行 你还是要经过商务部的审核 或者是可能还要再降规 那这代表AI是非常的重要 对美国来看 那AI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来看就是 现在AI的最大的受惠者 当然第一个是OpenAI 它是整个应用的把这个AI带起来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NVIDIA回答 那回答呢 这一两年股价涨得非常的 非常的离谱啦 非常的腰啦 让人羡慕啦 对啊当然还有比他更腰的 像SuperMichael 美仓位对更腰 那回答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资料是3月4号了 但是3月5号一样 它的市值已经是全球第三了 对 那我以3月4号的收盘价来看 它市值已经达到2.13兆美元了 那这2.13兆美元呢 差苹果是2.774兆美元了 已经有在追赶 那我觉得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 灰达有可能赶上苹果 变成全球市值第二的 为什么呢 因为灰达是在向上 苹果是在向下 待会我们会再讲 为什么苹果向下 那么台积电还是高居全球第10 那我们看到灰达的股价 你看创新高 那是3月4号创新高 今天就是美国昨天晚上的 昨天的收盘照样创新高了 那美国的股市有下跌 但是NVIDIA还是上来 那灰达呢 它灰达这么厉害的 它对台积电有很正面的影响 灰达的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缺货缺的 一颗IC篮球的就是 H100啦 这个是用台积电的4奈米 那么H200快要出来了 也是用台积电的4奈米 那接下来有一个更强的 就是在今年年底会出来 B100是用台积电的3奈米 它3奈米在哪里 3奈米都是在台湾做啊 对 台湾哪里 台湾3奈米现在就是在南科 南科 主要3奈米都在南科 因为3奈米就是在南科的 16厂那个部分 就是在南科的18厂 就南科 那么B200也是3奈米 GV200也是3奈米 所以这个部分 灰达就是变成台积电的大客户 那我看一下 台积电2023年的 就是财报来看 就它会揭露 就是占它的营业额的 百分之十以上的客户 第一大客户 当然是苹果 然后辉达再从 辉达变成第二大客户 那台积电当然是吃苹果长大的 然后苹果占它25个percent 那辉达占它11个percent 而且很有可能 会再增长 会再增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以2023年 台积电的销售地区别来看 第一大销售的地区是美国 美国大概 美国是销售的大概 1.4兆台币左右 那大概占全台积电的营业额 2023年的65个percent左右 第二大好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是中国 可是等等 中国会不会是类似 他们出货到这个 比方说苹果的组装厂 让它组装 现在这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台积电在计算 它是以下单给它的客户为主 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是下单 那下单呢 它哪一个地区 是以那一家公司的总部 位于哪里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NVIDIA的总部在美国 它就在 他就算美国的客户 那么 那如果苹果下单 可是最后在富士康组装 对 算苹果 都是算苹果 算苹果 算苹果 对 所以我这一部分要跟各位点出来 就是 中国还有很多的IC设计公司 还是依赖台积电 就是他们当然有一些被列入 就是说观察 就是说等于它的实体名单的 这个会受到管制 但是没有列入实体名单的 他们还是要依赖台积电 另外台积电的南京厂 等于它有12奈米 16奈米的 这个部分也接中国大陆的不少单 可能有一些比较不敏感的 这个部分台积电照应接 所以你看中国呢 它大概占台积电 2023年的营额12.4% 而且它的营 对台积电的营收是年成长 是正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日本 日本的连成长率也是正的 那代表说台积电去日本设厂 是有影响的 那我要给各位看一下中心的产能利用力 就是大家在担心 中国大陆在成熟制成 是不是 其力的扩展会变成 第一个最变成这个 供过于求 成熟制成 这个部分我们给大家看到一个简单的端倪 就是说2022年的第四季中心的月产能如果用八寸 约当八寸晶圆来看是71.4万片 到了2023年的第四季的约当产能是80.55万片 这个成长的幅度相当的大 这个部分就是说代表 因为中心事实上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金盐制造 当然是代工厂也是最大的IC制造 就是说金盐制造公司 那么中心的产能利用力是向下的 那接下来有一个就是韩国媒体 就是Meta就是脸书的CEO祖克博 他跑到就是到韩国去访问 而且讲了台积电坏话 所以昨天大当机 因为我是受灾乎 当机受灾乎 所以抱怨一下 对他就跟韩国的总统影席业会谈 然后事后就是影席业办公室的一个高级官员 就来韩国媒体放话 他放话第一个当然讲了 祖克博就是说他们也开始在设计 这一个AI的晶片 那第一个就是回应就是 刚刚为什么黄仁勋讲 很多可能会在地化 有很多的大的 好像脸书它是属于类似的一个 就是等于 service provider的这个角度 那这个他们会自己设计IC 然后那AI为什么要在地化 可能第一个语言的问题 训练资料的问题 然后可能要有各种不同的 而且AI现在呢 因为的AI是OpenAI主导 当然还有其他的公司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Facebook就是祖克博的Meta 另外这个Google 他们都一直在发展 这大的公司将来有小的公司 小的应用 就是scale比较小的 第一个可能会用在 就是说使用者端 或者是边缘端 所谓的边缘端就是说 我不会再 就是直接到那个云端 云端就是像 微软 微软的这个Azure的云 所以那他们就出来讲说 哇他们怕台积电 产能不够了 所以他们现在 他后来有去会晤了 就是三星的CEO李在龙 那我想会晤李在龙 当然要谈 我觉得这个对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要固装 所以第一个台积电 我想他现在积极的扩充产能 那当然可能客户 他也希望有second source 保到那里去下单 也不无可能 但是要看三星接得起来 接不起来 不过三星有一个优点 他自己有Dram的记忆体 HBM 所以祖克伯去那里谈 说不定他也看到这一点 不过真正的 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像Meta 他自己事实上是没有IC设计能力 他通常是交给Asic House 比如说美国给Blockham 台湾可能给世新 或者是联发科等 替他做这些 就是特用IC 就是Asic 那这个部分 如果三星要接 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度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中时观众 跟粉丝朋友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 IG脸书 Tater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 同时网络上 盗用我们影片照片的 假账号很多 唯一官方账号 欢迎大家分享订阅 最终收看 谢谢